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15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一了 想跟大家說一節很驚嚇的新聞 這次新聞其實發生了幾天 我一直在考慮說不說 這個牽涉了一個道德問題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北韓的脫北者 他們成功跑到南韓 他們 定時就會向北韓 發放一些氣球的訊息 裡面有一些宣傳單張 有些USB USB裡面有一部分是韓劇的 劇集 結果 有一班學生收拾了 之後就是看 當然是偷看 偷看完之後 被人發現 結果 北韓就把他們集體處決 這班只是中學生 最大的都是16、17歲 而這班人的數量 其實到了30天 這件事 是很值得拿出來跟大家討論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抗爭還抗爭 你不要害人 問題就是 那個抗爭的人 是不是真的想著害人 害人的是他們 還是金正恩這個邪惡政權 抗爭一定會使得有人受損 問題就是受損的人 最終有沒有辦法得到解放 如果 短時間內有一批人受傷害 但是最終達成 全部人的解放 那麼他的行為 就叫做革命 有人歸咎 2019年 你們雷街坊 搞到現在香港民不聊生 究竟是誰使得香港民不聊生 是當時的那批示威者 還是現在的中共港共政權呢 其實這個是互帶關係 所以說這一節的時候 令到我感受特別深 先說一說新聞 北韓 因為有大量的脫北者 把那些氣球 放過去 裏面 有些是美金 可能放一元美金 有時 就會放一些宣傳單張 那些真實的世界 北韓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他們有一部分就有USB 手指 裏面 有韓劇在 結果三十幾個北韓的中學生 偷看電視劇 被判無期徒刑和死刑 不僅如此 其實脫北者 亦有裝一些塑膠容器 裏面裝一些米 跟著飄去北韓 結果北韓的居民 撿來煮飯 也是一樣被判勞改 其中一個脫北者 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他在2022年目睹一個22歲的男人被公開處決 甚麼原因呢 因為他接觸了韓國70首歌曲 以及三部電影 而且在受審期間 向其他人傳播 這些情況 不斷發生 而且他們的處決過程是公開的 所有人都要去看 其實 之前也有報導了一宗案件 就是因為看韓劇而被判12年勞改的少年 那兩個少年 只是16歲而已 所以 公開判決 他在晚上的電視上也是播放的東西 目的就是恐嚇人物 中央日報也有報導 朝鮮當局針對民眾製作很多思想教育的短片 其中有些穿著 因為 穿著 接近南韓的形象 那些衣服 又或者是 發營 而被舉報 那些女生 這樣很漂亮 北韓其實在2020年12月 制定了一條法律 叫做反動思想文化抵制法 其實跟香港的國安法差不多 也是用來探制人民的 他就用來執行相關的嚴刑進法 這個法例規定 傳播韓國影片將處以死刑 觀看者最高可以被判15年的徒刑 使用韓國口音或者唱法 即是說唱韓國的歌 將被處以 兩年勞改 還有 一些圖書 歌曲 照片 也納入了限制的範圍 北韓 以一些接觸韓國文化或飲食為理由 對居民進行嚴厲懲罰的事例 其實 韓國的統一部發表了 這些 人權報告有提出 由這些脫北者說出來的 例如 北韓會將婚禮上面穿著白色婚紗 而不穿 韓國 朝鮮傳統服裝 或者用紅酒杯飲酒 大黑超等等的行為都是定調為反動的 北韓的今天 其實就是中國的過去 而北韓的今天 也有機會是中國的未來 當你 在網上 分享榮光 你也要判坐牢 當然現在不用死了 暫時香港不會被判死刑 我們 作為一個自媒體 我們傳播一些港共政權的污衛的事跡 都被人家通緝 被控告煽動國家政權 其實跟北韓不是差很遠 是不是去到 分享星期二 得道節目會被判死刑 但是 這件事會不會在香港發生呢 我不敢否定 好了 其實現在看到很多的人 即使是北韓的人 面對那麼嚴刑的進發 他們仍然是很多人大量的偷看 其中 一個脫北者表示 他就是看到韓劇之後 才決心冒死逃離朝鮮 去年 曾經有20多歲的脫北者 上 朝鮮人權報告 即是上韓國報告發背 他就說因為 在中國人手上 買了一些韓劇的電視劇和節目 他從而了解了 原來南韓是如此繁榮 如此枯屬 我們其實是活在中世紀 所以他決心 就是要逃離這個魔鬼的角度 他提到了 現在朝鮮的年輕人 即是北韓 很歡迎韓國電視劇 例如他們想看 冬季暖歌 秋天的童話 紳士和小者 尼泰苑class 太陽的後睿 金碧書為何那樣 繼承者們 來自猩猩的你 這些全部 其實都是很現代 你也可以反映到南韓那種富裕 那種繁榮 那種先進 他們看到那些帥哥美女 其實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的審美眼光 其實都是很一致的 除非有些很特殊的 太平洋島國 他們認為胖才是漂亮 瘦的醜樣 這些很 羅撒鬼角 醜樣就是漂亮 漂亮就是醜樣 所以 他們每個人的審美其實是很接近的 當他們看到 韓國的明星那麼帥哥那麼高大 尤其是那些男明星 每個人都那麼高大 我們那些人 當兵的就是銀國之槍 那你會想 為甚麼呢 人家營養好 我們營養不良 我們每個人都那麼瘦 不然有甚麼肥佬 沒有的 為甚麼人家有肥佬 我們沒有的 你就會想很多問題 當然 你說他們的年輕人 學生被人槍斃 集體處決的中學生 那是不是要怪一些脫北者 不是的 他們就是想解救同胞 當每一個同胞都接觸到南韓 當他們了解到真相 應該說 他們想把真相傳播給他們 其實韓劇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來的 真的看到韓劇 逃亡 逃亡 其實你生存在一個國家 你也是 生不如死的 你不如搏搏 那麼當然 其實香港未去到這種情況 中國以前是這樣 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東西很荒謬 看韓劇要槍斃 你知不知道以前大陸 偷聽 美國之音 也要槍斃 還有 那些女孩子 跟男孩子出去拍拖 沒向組織報告 都說他是一個 當婦 說他行為不檢 判槍斃 他只是 跟別人去街 大陸有很多很野蠻的法例 其實 跟中世紀沒有分別 很多很離譜的 你覺得匪夷所思的事例 這些就是 現在的今天的北韓 就是 昨日的中國 也可能是明日的中國 那麼你想想 還有沒有甚麼希望 在大陸的人 其實看到北韓就等於看到一面鏡 看到過去 以及未來 香港 有沒有那麼極端呢 我不敢說 因為 當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出來反政府的時候 我們部署怎樣做 搞地下 地下組織 搞地下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我們會被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 我跟劉曉波的罪是一樣的 劉曉波也是的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他被判11年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荒謬呢 我們跟劉曉波表得比 但是我們的控罪跟他一樣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劉曉波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盜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感谢观看